原标题 李渊被冤枉了 此人帮李世民定决心 是玄武门之变关键人物 公元626年7月2日 唐朝长安城发生了一起政变 太子皇子被杀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玄武门之变 对于玄武门之变发生的前因后果 我们后人只能依旧旧唐书 新唐书及后世一些史料 来判断唐朝初期这起政变 之所以叫政变 主要是国之楚军被杀 并不是普普通通的变局 史料如何记载 对于玄武门原因 从旧唐书 新唐书等史料记载 看太子李建成很奸诈 他嫉妒弟弟秦王李世民的功绩 害怕将来李世民成最大隐患 因此想除掉李世民 而李世民来了个突然袭击 把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杀掉 要知道这可是一母兄弟 十分残忍 不过史料对李世民很同情 这场正变如果不是李世民杀掉李建成 将来李世民也会被杀 让我们看到皇后之前 无亲情的情景 后人对于这段史料研究时 对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 都抱有同情和赞赏的态度 旧唐书太宗本纪使臣曰 或于以太宗之贤 施爱于昆帝 施交于诸子 何也 曰 然 顺不能仁四岁 遥不能殉丹珠 思前之也 当神遥认禅之年 建成济宫之日 苟除未逼 孰故分崩 辩故之心 坚不荣发 方就毁朝之祸 宁于齿部之遥 这种美化李世民的记载 是否是唐朝所改 并无考证 但胜者为王 从历史由胜利者书写的角度 来看到这场唐初政变 便不难理解了 还有人认为 李渊是制度这场政变的罪魁祸首 认为李渊封李建成为太子后 并没有巩固李建成的权力 致使李世民的势力越来越大 对太子李建成的构成了威胁 李渊是什么角色 九堂书高度二十二子传在约 建成 元吉 实为二兄 中外交构 人神不容 用惠儿 明 因忧起胜 越属文皇 功成守正 善恶计分 设计乃定 认为李渊没有限制李世民的势力 致使李世民势力越来越大 同时 玄武门之变时 李渊在后宫享乐 没有应急处变 致使政变继承事实 其实我们冤枉了李渊 玄武门之变发生很突然 而且此事李世民与手下研究完后立刻实施 中间并没有时间差 李世民发动这场决定的生死的政变 怎么会让李渊知道呢 如果知道了 这既不是李世民的性格 那政变根本不可能成功 至于李渊没有限制李世民的势力 这样理解就太主观化了 唐朝怎么建立的 唐朝是借助随朝天下大乱 而趁乱建立了王朝 就连李渊从太原喜事时 他都没有想到自己会当皇帝 而李渊建立王朝太顺利了 他当皇帝后 全国还有割据势力 这些割据势力必须清除 李渊靠谁 除了靠儿子们 也要靠手下大将 李世民就是在这种行 势下逐渐成长起来 并笼络了一批将臣 玄武门之变时 唐朝也并没有实现全国安定 还有很多势力蠢蠢欲动 李渊怎么可能限制李世民的权力呢 不仅不会削弱 而且要增强 还需要李世民为巩固唐朝江山出力呢 至于李渊没有巩固东宫李建成的权力 实际也没有明确记载 李建成是长子 被立为太子明正人顺 而且李建成作为太子 势力很强大 比李世民要大 手下聚集了一帮能臣梁将 向魏征等人就曾是李建成手下人 玄武门之变后 才被李世民收为大臣 因此 李建成的势力无需巩固 已经强大 如果李建成知道 李世民要发动玄武门之变 恐怕李世民能否当皇帝都是变数 对于李建成与李世民之间的矛盾 李渊看得清清楚楚 他当然明白 如果李世民势力过于强大 将来唐朝就会面临着一场亲族屠杀 但李渊还要利用两个儿子 需要他们完成王朝统 以稳定的霸业 因此 李渊想借助两个儿子之间的矛盾 恐固他的皇权思路是正确的 但李渊并没有想到玄武门之变来得太突然了 即使他想应变 李世民已经让魏征靖德进入宫中通报 所谓的通报就是控制皇宫 因此 李渊看到魏征靖德来了 一点都不慌张 他明白已经发生了事 如果李渊此时再去应变 显然 他的命也保不住 谁才是关键人物 从唐朝史料记载看 李世民对于发动玄武门之变 他之前并没有具体想过 他也怕政变失败被杀 也不想做个骂名 李世民此时只想等待父亲李渊给他们一个更大的封地 保存他的实力 因此 李世民没把握 但他的手下 却不断鼓动李世民早作打算 据资质通建堂纪七房玄灵队长孙吴济约 金贤纪已成 一旦获迹切发 其为辅巢徒弟 乃是社稷之忧 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 以安家国 存亡之机 坚不容发 正在今日 秦王与太子的仇怨已经形成 一旦获换案发 秦王将不可收拾 会威胁到唐朝存亡 长孙吴济纪约 吴怀辞久矣 不敢发口 亲吴子所言 正和吴心 仅当白之 长孙吴济听房玄灵说完后 深有感触地对房玄灵说 这个想法 我也想了很长时间了 只是不敢说 现在你说 与我想的一样 我现在就把你的想法告诉秦王 李世民照玄灵谋之 玄灵曰大王功在天地 当成大业 今日幽微 乃天赞有 愿大王勿议 乃与服属杜竹会 共选世民朱建成 元己 通过李世民最信任的两个大臣之间的对话 我们会认为 玄武门之变 给李世民出谋划策 帮助李世民定下决心的 始防玄灵 其实 真正的人是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可不是一般人 他是李世民大舅子 而且此人老谋深算 就看他与房玄灵说的这些话 滴水不漏 而且 长孙无忌完转李世民手下那 些大臣 虽然房杜未死之前 长孙无忌并未凸显 其实他才是唐朝初期最厉害的一个人物 房玄灵虽然很厉害 但在玄武门政变前 他对形势看得很透 但对李世民迟迟定不下决心很上火 而李建成对李世民手下 拥有这些能陈良将 也嫉妒 便把房玄灵与杜如慧 一起下放的外地任职 实际上 剪除了李世民身边的势力 李世民在长孙无忌等人不断劝说下 才下定决心要杀李建成 他让将长孙无忌把房玄灵等人召回来 但此时房玄灵却不敢回王府 房玄灵说 陛下赤叔的执意 是不允许我们再次奉大王的 如果我们现在私下去夜见大王 肯定要因此获罪而死 因此我们不敢接受大王的教令 李世民大怒 对魏石公说 房玄灵不如会要背叛我吗 他摘下佩刀给魏石公说 民宫前去查看一下情况 如果他们真的不想回来 砍下他们头回来见我 魏石公与长孙 无忌见到房玄灵等人说 秦王的决心已定 请众位民工到秦王一世 这才把房玄灵等人召回来 因此 在唐初这段皇位之争中 房玄灵也很奸 他怕战错队被杀 因此还留一手 长孙无忌却没有这一手 他必须坚定李世民的决心 因为他是李世民的大舅哥 如果李世民当不上皇帝 最后他也遭殃 长孙无忌还把厉害说给李世民手下 让他们与他一样同病相连 可见 玄武门之变的真正关键人物是长孙无忌 欢迎各位看官批评指证 图片来源网络 晚宣归原作者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 teucoun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